《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美国之音》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人现场直播 时时大家谈节目 我是许波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规划 雄心博物 中国的预计核达文化 非常精彩 全球新的预计核达文化 全球出步重褒 业内专家和国际观察人士认为 北京举国一致的体制 让中国在国际太空探索领域 占尽上风 预计中国将在20年内 赶超老牌航天大国美国和俄罗斯 成为太空第一强 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联邦众议员 吴振伟先生来到美国之音 在华盛顿的演播室 和大家一起讨论 中国航天工业的发展前景 以及面临的挑战 吴振伟先生曾担任 美国联邦众议院科学委员会委员 技术与创新小组委员会主席 长期关注国际太空探索问题 他在节目中说英文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听到的 是同声传译的声音 欢迎各位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电话来参加讨论 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 只需直播400-120-0551 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 另外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 来参加讨论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us新闻at gmail.com 好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讨论 吴振伟先生 欢迎您再次来到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谢谢 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来 好 中国航天工业 我们都知道发展得非常迅速 据说北京制定了 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 美国的一些业内人士估计 如果北京的计划 如期实现的话 那么北京将在中国 将在20年内赶超老牌的 航天大国 美国和俄罗斯 成为全球第一大太空强国 那么吴先生 您很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请您给我们听众 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中国的航天计划 如何雄心勃勃 那么您是如何评估 中国航天工业发展的现状 和未来的前景 其实我在美国国会 担任科技委员会的成员的时候 由于法律的授权 我们要监管美国宇航局的各方的计划 而很明显 中国的航天项目可以说 是发展的非常迅猛 而杨立伟 他是在外太空绕地球 21个小时 那么可以说是据俄国和美国之后第三个国家 让载人的航天上天的 这是一项了不得的成就 那么的确是中国的成就 其实从50年代就开始了 可见端倪 那个时候他们进行了两旦一新的计划 那么到了60年代的时候 周恩来和毛泽东亲自拍板 要把人送上天 那么也就是说 是在继俄美之后的一项举措 但是在文革的时候遭到了格制 而航天计划 也就是说 大约是1986年的时候 载人航天可以说是正式的立案 那个时候的确是 一般得到外国的评论家来说 跟外国相类似的计划不同 他的目的 他的政策以及他的资金 可以说是源源不断的 不像美国时有时无 每次有个新的总统上任的时候 可能相应的计划 就会受到阻断或者干扰了 那比如说好像63年 我们都知道了 全人类的第一个人 可以说是绕地球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登月的撞举 那么而且我们可以 也就可以看到 那么他们最后的计划 中国的计划除了绕月之外 是最后能够登月 同时让中国的一个载人的 这么一个飞行器 能够与一个空间站的对接 那么同时甚至是要 除了绕月之外 还要进行探月 也就是一个无人的探索器 降落在这个月球 取得包括泥土各类的这种样本 那么最后是为 一个灯月 就是载人的飞行器 灯月来铺垫的 那么这个是中国的飞天之梦 就是说最终是把一个人 让登上月球 那么当然这个是最终的目标 但是至于他们整体的预算 是多少 这个是不为人知 但是这个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好的 那么刚才听了您的介绍 我们知道 中国的航天工程 的确是非常宏伟 的确是非常的雄心勃勃 我们知道 中国的航天工程主要包括三个工程 航天计划主要包括三大工程 第一就是我们说的载人飞行 第二就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第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登月计划 那么好像前两项 中国人已经都在某种程度上 附助实施了 并且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后一项那就是登月的计划 也已经开始实施 那么我们都知道太空技术呢 太空技术它是属于 这个高尖端的技术 绝大多数的这种技术 远离人民的这个实际生活 那么吴先生不知道 这个中国下这么大本钱 发展这个太空技术 和对它的这个经济 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个的确是常听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至少是美国的航天计划 也常听到类似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这种航天计划 本身是很重要的 有几个原因 第一呢当然是有因为这个技术的这个开发 它呢可以呢成为啊 这个人平时生活用的这个技术的一部分 比如说好像我们说这个所谓太空毯啊 那太空毯呢是非常轻非常软 那现在呀你可以呢去比如说好像露营啊什么 你都能用上了 而且呢是非常轻非常保暖啊 这个其实啊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个太空这个技术之一 那么所以呢 类似的这样的这种技术的这么一个啊 这个扩展呢也会在这个中国呢出现啊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么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呢 它已与人们以想象 人们呢以梦想 让人类呀能够啊超越这个所谓 这个日常生活的隐隐意义 去想象一些宏伟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的确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是具有这个巨大的这个启发力 同时呢鼓励他们呢进入科技界 对于这个经济 对于美国 对于俄国 对于中国 它的这个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呢我们要这个提到的呢 就是啊 由于这个预算紧张 美国呢大幅的裁减啊 啊这个啊 啊 唐天的这个计划的这个预算啊 啊 那么啊 但是别的一些这个西方国家 对于这个空间站呢 仍然是以如既往的 是很有承诺的 所以他们现在呢 比较担忧了美国的这个情况啊 呃他们觉得可能对于呃他们的这个呃 人员或者是技术的这个发展呢 可能产生了制约的这么一个这个因素 那您其实也提到了 其实这些航天项目呢都很昂贵 但是如果我们无论是从美元的角度来说 人民币的这个角来说 绝对的数字看上去很庞大 但是对于经济的效益来说 或者是整个经济总量来说 其实可以说呢是啊 这个沧海易素啊 对于相整体来说的比例还是很小的 好的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回过头来继续来探讨这个 啊 太空探索的这个费用问题 好的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美国之音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 是中国航天工业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是前美国联邦众议员吴振伟先生 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 提出您的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 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是 400-120-0551 只需拨打400-120-0551 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全方位的新闻与评述 通过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访问VOACHinese 美国之音处处看 写信到 chineseatvoanews.com 订阅每日电邮新闻 获取最新搬墙上网方法 登陆goenglish.me 在线学习英语的互动课程 英语天天说 VOA在新浪微博的英语学习之家 此外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gmail.com 用iPhone随时随地收听收看VOA 美国之音中文部正式推出 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请上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 搜索词VOA 控一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主要功能包括了 可按类别 检索最新的新闻报道消息 收听收看视频和音频节目 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为VOA提供新闻线索 包括文字 照片或录像的手机上传 书签功能 文章收藏和多媒体收藏 中文简体和繁体的转换 美国之音iPhone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同样适用于iPod Touch和iPad 多媒体全方位体验VOA 欢迎您马上使用美国之音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 现在我们又到了接电话的时间 我们来看看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想法 云南的周先生 周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中国的这个航天经费确实是越来越高 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工程 面子工程 但是我认为这个其实对老百姓 并没有多大的好处 而且前苏联应该是前色之鉴吧 它投入的在经费上和美国搞军备竞争 结果最好最好垮掉了 所以在这方面 我认为这个投入的越多 可能垮得越快 我就认为这样 好的 谢谢您 周先生 下一位是四川的黄先生 黄先生你好 喂 嘉宾好 秉文好 中国航天世界发展 究竟是不是卖美国的技术 还是俄罗斯的技术 还是中国字面的 请嘉宾解答一下 好的 谢谢您 谢谢您提出的问题 四川的黄先生 我们的嘉宾您回应您的问题 其实从黄先生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的宇航技术 是什么地方来的 现在的这个技术 主要是中国自主创新 那么比如说包括它的发行器 还有它的空间的太空舱 都是几十年来 中国自己知之不倦的开发的 但是它有一些技术是来自于 这个俄国 那比如说好像它的这个太空舱 看上去从外表看 就像这个前苏联的这个联盟号 很相近似 那么至于是不是呢 是这个来自于联盟号 那么只有这个中国的科学家 自己知道了 至少在外表上看来是很相近似的 而美国的一些这个太空方面的这个杂志呢 也做过一个比较 那么而它的这个所谓这个发射器 也就是它的这个火箭 是六十年代的时候呢 开始开发的 那个时候的技术呢 当然是从这个前苏联转移的 而这个前苏联呢 它又是从这个德国所上获得 这个最初始的这个技术的 就是二战这个之后获得的 那么由于当时这个中俄之间的 或者是中苏的这个这样的 这个特殊的这个关系呢 就获得中国获得相关的这个技术 但是由于这个中苏的这个关系恶化 这么这样的这个技术原作就中断了 好的 我们第一位先生周先生呢 他对中国发展这个航天工业呢 他持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面子工程 认为呢投资太大 和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呢 又不太相关 所以呢得不偿失 恐怕周先生的观点呢 会代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 那么吴先生刚才您介绍了 这个航天工业 对国民经济的实际的意义 那您怎么看周先生的这种不同意见呢 吴先生 那么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自己作为这个美国国会议员的时候呢 我就要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而且回答过很多遍了 的确是 我不能说它是属于大部分人的意见 还是小部分人的这个意见 但是至少呢 美国有众多的这个人呢 都在这个质疑 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在这个航天方面 继续这个开发和发展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我们呢不单是从这个技术上来说 从一个这个国家 甚至是全人类的角度来说 它都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我知道这位听众的这个说法啊 那的确呢是 很多人都能都这样想 但是呢一个国家 能够从它的这个航天计划呢 获得很大的这个自豪感 好像啊这个俄国也好 甚至日本也好 甚至是印度作为一个 并不是很富裕的这个国家 它呢也从中呢 获得了这个民族的自豪感 因此呢愿意下大气力啊 这大这个人力和物力进行这个开发 任何一个这个发达国家啊 这都呢参与了类似的这个项目 比如说好像17个这个国家呢 是参与了国际这个空间 空间站的这个计划的 17个这个国家参与了这个 这个空间站的 这么国际空间站的这个计划 只有那这个印度和中国呢 不属于这17个国家之一 我认为啊任何有这种 航天能力的这个国家 都应该参与国际空间计划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太空探索航天工业呢 是一个耗资十分巨大的 这样一个工业 一般来说呢是投资时间长 见效呢也慢 所以没有相当的国力呢 一般的是承受不起的 我们知道美国呢 当然是老牌的航天大国 这字不用说了 俄罗斯呢它主要是 主要是靠的是前苏联的这个老底子 主要是吃老本 那么欧洲 包括您刚才提到 日本甚至印度呢 也都跃跃欲试在这方面 但都是苦于囊中羞涩呢 不敢轻举妄动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制定 这么雄心勃勃的计划 它的资金从哪里来 它凭的是什么制定 这样雄心勃勃的这个航天计划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呢 已经迅速的崛起 成为世界这个有数的富裕国家之一 我就觉得如果印度都能做 那么中国自然就应该能够做 现在呢我们可以知道 有很多听众在这个电话线上候着 我也呢 给予听听他们的意见 也尤其是听听他们支持和反对的 这个意见是觉得呢 在这方面的开支是不是值得的 好的 湖北的杨先生 杨先生你好 湖北的杨先生 杨先生的线路断了 欢迎您再打回来 云南的黄先生 黄先生 喂 你好 喂 你好 我想说一下啥呢 就是吧 这个 这个经费太高了 有些经费太高了 这个中国老百姓 特别是下场工人 这个生活太苦了 这个下场工人 这个不但 你看那个这个物价上涨 物价飞上 下场工人不但没有这个生活来源 而且每年交的社保还飞上 这个实在是我们下场工人受不了 我们下场工人 我们为国家做出那么大的贡献 结果呢 当地官员 政府和厂长勾结起来 把财富都给搂到家里去了 搂到他们家去了 我们下场工人呢 一无所有 完了还得交那么高的社保 我们本来就这么大岁数了 一把年纪了 本来生活就困难 没有了 你叫干活吧 没有体力 还没有技术 那个年代出生的人 出生就挨饿 乘学就停课 毕业就下降 分配工作就下岗 本来就生活很困难 好的 完了还想我们交那么多社保 能不能拿出一点资金 让我们活命啊 好的谢谢您云南的黄先生 云南黄先生呢 是持反对意见的 他认为不如政府花这么大的资金 来发展航天工业 不如拿出来呢 拿回来改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下一位是四川的 四川的青先生 喂 四川的青先生吗 你好 你好 请讲 主持人好 先生好 我觉得航空工业是对个人 是微妙的关系 但是不是很大 对人类来说 其实贡献蛮大的 对于人类的长远来说是有好处的 但不能失去理性 我们因为看到全苏联合的美国的悲剧 就是全球之间 我发现印度现在正在步上 这条不理性的道路 当然中国的航天工业 对于美国来说是任重而道远的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您 四川的青先生 下一位是江西的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你好 嘉宾好 这完全是个面子工程 是个形象工程 是个政绩工程 这个中国的老百姓 80%的老人民 还生活在水生活的中 可以说 人均收入是在200美元 到300美元之间 你世界上还找得到第二个国家 这样的国家 这么收入了个水平的人 国家去发展这个航天试验吗 有必愿望发生 跟美国还要去造航空母舰 跟美国文明去对抗 能对抗得了吗 这个很简单的 现在我再提一个 这个也太遥远了 这个完全是一个腐败工程 也是一个 这个是根本就 他们是为了保卫 保卫他的独裁专政的 他是与美国对抗的 他不是为了改善的 好的 谢谢您 不是说我们的领土完成 谢谢江西的林先生 我们再接一位 辽宁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你好 这首先来说 举于中国的综合国家 中国的战略的信息 首先来说 航天世界对国家安全 有必须掌握的一项技术 美国的航天技术 对中国的国家安全 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首先来说 近期美国的 白鹤子三星地上天 对中国的开通安全 构成巨大的威胁 其实美国在独霸太空领域 军事等等一系列 同时也对中国产生巨大威胁 我们现在中国首先要 在太空领域不断地追赶 当然美国最近研制的大力尘 火箭能起飞动量 能携带180吨 160吨的重量上天 中国的心在长城5号 能斜在25吨的重量上天 我说中国必须要 积极研制追赶 对航天技术的发展 我是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当然了 对未来的中国军费投资 我也非常诟病态度 首先中国的军费 还是应该占 国民GDP4% 这跟美国持平 这要对美国形成巨大的压力 以不断地增长经济增长和军税增长 来挑战美国 美国绝对不会因中国的软弱也好 中国必须有实力跟美国进行对抗 美国绝对是把中国作为 是战略第一竞争对手 美国不会曾经弱者 只是尊重他的力 好的 谢谢您 辽宁的王先生